母样朗朗和吉娜已经结婚了,他们的爱情让人非常羡慕,两个人在音乐上非常有才华,很多人觉得他们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夫妻。 现在两个人又参加了综艺节目,要综艺节目中,他们的表现非常有趣,很多粉丝们发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,所以他们也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。 现在朗朗和吉娜的粉丝越来越多了,很多观众们在屏幕前,为他们甜甜的爱情而心酸,朗朗和吉娜的感情特别好,他们平时也相当的甜蜜,哪怕是在节目中,他们也经常向观众宰狗粮。 其实朗朗在和吉娜结婚之前,曾经也有过一段感情,不过她的女朋友却是娱乐圈里的明星,这位女明星叫孔心亮。 朗朗和她在一起四年,当时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感情也非常好,但是外界却并不看好两个人的感情。 因为孔心亮是一个非常性感的明星,而且她拍摄的很多影视剧作品尺度都比较大,不少人觉得她的形象不太好,和朗朗在一起不太适合。 面对外界的流言、两个人并不在乎,两个人一共在一起四年,他们相处的时候,关系也是非常融洽的,但是最后两人却没能在一起。 朗朗在音乐上非常有才华,但是孔心亮却是一个娱乐圈的女明星。 不少人觉得孔心亮根本就没有什么内涵,所以他们的这段感情不被人看好。 孔心亮开发了朗朗四年,两个人最后还是分手了。 网友们说得非常的正确,两个人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,所以最后没能在一起。 现在孔心亮已经32岁了,波都整容了她,颜值下降得很厉害,看起来甚至有些可怕。 现在,她已经彻底变成了腰八仙女明星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